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那個太魯閣事件之後 1914年太魯閣事件之後 1915年日本人就是開始南凡槍械查角的這個查角槍支 所以就引起布農族的人非常非常大的不滿 南凡槍械 就是你所有的原住民的部落的槍支都要繳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引起那個大分社 那個時候有一個頭目叫做拉荷阿雷非常不滿 他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殺了那個大分住在所的一個警察 然後後來就逃走了 跟他的弟弟就逃走了 然後第二次的話 那個時候是二月 然後五月的時候的話就是又在另外一個住在所 殺了十個日本警察 然後後來又回到大分住在所 又殺了十二個日本警察 然後從此就展開了逃亡 然後日本人就發動很多軍警去包圍他 可是我發動了幾千個軍警在包圍他 可是最後還是被他逃走了 大概有三百多人他們就一路逃 然後先後經過兩個地方 最後就來到那個關山越領道的那個 中資關的那個玉碎社那個地方 他這樣一路逃一路抵抗日本人 總共十八年的時間 十八年的時間 這是台灣原住民史上最長的戰役 最長的戰役從1915年一直到1933年 然後日本人開巴通關古道 原本是要在那個拉固拉固西的北岸 後來為了要那個為了要圍捕那個拉拉雷 所以就後來就改從大分經過大分瓦拉米 然後一直接南岸這個地方 所以就開在那個拉固拉固西的南岸 然後那個後來又開了關山越領道 後來又開了內本路古道 所以巴通關古道跟關山越領道 巴通關越領道跟關山越領道 最主要都是要圍捕那個拉和拉雷 這個是一個非常長的戰役 可是最後的時候其實 其實說最後雖然是那個 他的大話都已經架在那邊了 可是最後好像也還是和平的 說是歸順倒不如說是和解 所以巴通關越領道 這個是一個非常 所以巴通關越領道 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後他們的當時日景住在所的話 經常都是說自己的太太啊 或是小孩等等 都一起接來住 所以為了要控制台灣的高山原住民 其實日本人花的資源其實也是蠻多的 可是他們的方式可能就是 整個威權統治的那個方式 就是會引起原住民跟台灣人 非常強烈的反抗 可能就是文化的不一樣 1931年就建成那個觀山越領道 觀山越領道基本上的話就是現在的南橫 觀山越領道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中世觀那一道 也就是從天池 我記得以前在大學的時候那個山地服務 有一次跟一個老師這樣 一群人就是去搭那個工程車 然後經過一個隧道的時候就到向陽山 本來是非常英語的 一出去到向陽山的時候就是那個整個陽光普照 那個時候大概就是第一次去走中世觀 可是那個時候也不曉得什麼叫中世觀 什麼叫觀山越領道 那個時候是完全都屬於那個很無知的狀態 所以當時的話就是泡肉已經架在那個 他的玉碎部落的旁邊的山頭了 所以最後就是那個 這是觀山越領道 這個是南橫那個有個國小 那個拉荷阿雷的那個首相 所以這個是 然後那個布農族的集團移住的話 這個是日本人非常重要的一項任務 所以就是在那個1935年之後的話 就是用那個半強制的方式 強迫他們要移住下來 可是對於那個內本路古道的裡面的一些人來講的話 就是移住下來之後的話 內本路古道上面有一部分人被移住下來之後的話 因為發生一些傳染病 所以引起當時的有一些布農族非常不滿 然後其中有個布農族人的話就是 這是內本路古道 內本路古道 內本路事件的話最主要就是 有一個布農族的人他找兩個另外布農族的人把吊橋弄斷 然後有殺日本警察然後就開始逃亡 然後後來的話就被抓到 然後就被判處死刑 好像逃亡不知道多久我忘記 然後後來內本路的部落的一些人 就被遷移到桃園村跟紅葉村 這就是桃園村 然後因為內本路那邊的一些祈禱 非常想念內本路部落的那個 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 他們就辦了一次那個 由文件會辦了一次 由15個內本路的祈禱 然後做直升機回到他們的原始居地 然後所以他們就稱為 這是內本路元年 這個是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年紀都很大了 所以已經沒有辦法走了 所以就做直升機 所以這是內本路元年 好 布農 內本路我其實是比較熟的 因為我去過很多次幫他們協助他們那個 收裂文化的重建 所以他們對獵物其實非常地了解 像山豬 他們說台灣的山豬在逃跑的時候是走直線的 然後台灣的山豬在逃跑的時候是繞著圓圈的 然後猴子 我其實在桃園村也是有吃過猴肉 那個是被騙去的 有一個布農族的婦女 我跟我的朋友就是有一次在桃園村就碰到一個婦女很熱心的 就是讓他們都認識 然後就招待我們進去吃東西 然後吃完之後她就面露詭異的微笑 說 說你知道那個是什麼肉嗎 原來就是猴子的肉 其實我吃過的肉其實太多了 包括長中山羊山牆那個我其實都吃過 水鹿我都吃過 除了黑熊沒有吃過之外 不過這個也不是很重要 那個是他們在地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傳統 然後他們抓野兔非常的厲害 然後他們在山林裡面有他們山林的一套資源 我有一次就帶我的朋友植物專家朋友去上去 幫他們做一些植物資源的調查 他們就發現說他們有三種藤裡面是有水的 然後有一種血藤是不能喝的 然後其他有兩種是可以喝的 然後你砍的時候的話就是 你要砍這頭之後的話 你要按住然後迅速的砍另外一頭 然後就可以把水弄出來 這個是野外求生的那個 然後他們養了三種 三豬他們的三豬是 三豬其實是最麻煩的 然後他們是犬獵 犬獵的話他們養了很多狗 然後我跟他們一進去 一接近狗舍的時候整個狗都大叫 然後那個主人一到的時候 那個狗整個都安靜起來 我會問他們那個狗你們怎麼養 他們說一天餵一頓 餵一頓 然後用一些像玉米啊 像飯 像一些把它攪一攪 然後一天的話大概在下午 中午稍微過後一點點的時間會 然後餵大概小的那個鋼杯 小的鋼杯大概 大概一個半 然後他們一起出去打獵的時候 如果有獵到獵的話就會 有一些殘餘的東西就會 就會給他們吃 所以犬獵文化其實他們還是維持得非常好 然後三豬的肉就是越老的越硬 然後野兔他們抓野兔的功夫實在非常好 我當時就看到一個原住民 他一個人就抓了兩隻野兔 因為野兔在跑的時候 他跑一跑會往回看一下 跑一跑會往回看一下 然後我當921的時候 我在魚子鄉 邪術他們紅茶重見的時候 就聽他們講說 聽那個葉大哥講說 他年輕的時候打野兔多厲害 可是他野兔是用打的 他們是用抓的 徒手抓的 更厲害 然後這是他們三豬 三豬其實是一種很危險的一個 很危險的一種生物 每年死在三豬 歷來死在三豬的 死在三豬傷害的 比黑熊比什麼都還多很多 這個是水陸的頭骨 還有三豬的頭骨 這個是三豬的 他們把他做成的標本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Damasuna 大概在十幾年前 那個 《中國時報》那個頭版 有一個台東最大的三豬 就是被他殺死 可是他後來也被三豬殺死 所以非常可惜 這個也是我的朋友 Damasuna 所以這個是非常沒有辦法的 而在達爾濟之前的話 他們就殺一隻羊 然後在達爾濟的時候就祭槍 然後就那個 然後在內本路古道裡面 除了人文資源的話還有自然資源 第一個的話就是台東蘇鐵 第二個的話就是青斑蝶 青斑蝶蝶蝶 可能大家都知道紫斑蝶蝶 在那個屏東那個地方 可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青斑蝶 也有青斑蝶 只是它的規模沒有那麼大 也就是越往西的話 越是紫斑蝶 越往東的話就是青斑蝶的數量就會增加 所以我當時有 他們就跟我講說有一個青斑蝶蝶 後來我就請我的朋友 那個北施大老師陳建志 他以前是蝴蝶館的館長 然後就去那邊做調查 因為他是做青斑蝶調查 他主要目的是說 這個青斑蝶蝶有沒有大青斑蝶 因為大青斑蝶曾經從台灣飛到日本 然後他就去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幫他抓蝴蝶 然後可是抓了很久 分辨了很久 可是都沒有大青斑蝶 大部分琉球青斑 淡色紋 小青斑等等等等 那些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台東疏蝶 台東疏蝶這個故事可以稍微講一下 這個是內本路古道 這個是走到有疏蝶的地方 從這個地方再過去一點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水路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是中午 所以大致上是看不到的 是要大概早晨跟黃昏就比較容易看到 那個蘇鐵非常的高大 然後這種蘇鐵的話曾經在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個英國有個外交官叫Swing Hall 他在1861年到1866年的時候 曾經在台灣採集了很多台灣的動物的標本 然後寄回去 然後後來就發表成為 斯文豪是潘西 斯文豪是大蝸牛 斯文豪是什麼 斯文豪是油蛇 斯文豪是什麼 斯文豪是什麼 一大堆 他當時也有採集書鐵的標本 然後寄回去 可是他並沒有發表 他送給一個那個 特朗普哈孫的詩人的那個收藏館 然後後來那個人 後來有一個 有一個英國人叫 Scheel Williams 在那個1893年的時候 就 EleJ 13 天的時候 就依據那一份標本 然後就發表了 就是說 這種書鐵叫做台灣書鐵 然後後來 喔 經過了大概 喔 經過了大概賣百年 在1994年 那是1893 1994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有一個學者 跟中研院的跟澳洲跟中國的學者 重新檢視書鐵這種品種 台東書鐵跟博物館收藏的那一份模式標本的書鐵 到底一不一樣 結果就發現說不一樣 因為收藏的那一份標本的書鐵的標本 是跟福建跟廣東產的書鐵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的台東書鐵是跟他們不一樣的 它的一個特徵就是它的頁圓是平的 像琉球書鐵的頁圓是比較卷的 所以在這個事件之後 在1994年之後 我們就重新定名為台東書鐵 然後因為書鐵這種植物 因為它的造型非常有原意利用價值 所以經常會被盜彩 所以後來就設那個書鐵保護區 台東書鐵保護區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 然後書鐵保護區也是會碰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書鐵的韌葉 本來有一種蝴蝶叫做東森書鐵小灰蝶 它原本只是跟台東書鐵共同演化 因為台東書鐵每年只發一次牙 所以說它的數量也很少 然後就跟台東書鐵這樣共生 可是後來外來的琉球書鐵一進來之後 琉球書鐵一年可以發好幾次牙 所以東森書鐵小灰蝶後來就大量的繁生 然後大量繁生的話 它就會去吃那個台東書鐵的那個幼芽 這樣就會造成傷害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泰國白倫敦借口蟲也進來了 所以後來我那個時候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進去 可是過兩年之後 那個泰國白倫敦借口蟲也進去 所以就很糟 然後後來林務局跟那個研究單位的話 就是他們有三種防治方法 第一種的話就是 把他們那個有白倫敦借口蟲的幼葉把它拔掉 然後用那個透明的塑膠袋把它包起來 然後用日曬的方式使那些蟲死掉 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叫物理方法 第二種是化學方法 就是用一些化學的物質住進去 讓它的肢力裡面有那種物質 然後白倫敦借口蟲跟那個 冬生思維小蟹的幼蟲吃那個東西之後 也都會死 這是化學方法 第三種是生物防治法 也就是從泰國引進那個 泰國雙色的粗尾蟲 他們是專門可以吃白倫敦借口蟲的 可是問題是 後來就發現說那種蟲 因為是從泰國引進的 在台灣的冬天太難了 他們沒有辦法渡通 所以就慢 可是後來也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這個是 所以說在台灣的 我們在走台灣古道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人文的東西 其實自然生態的東西也是 很多都很值得我們去注意 這個是當時那個青斑蝶谷 有些死掉的青斑蝶 我們把它撿起來 放在旁邊 然後再來的話 蘇花古道 日本人就 剛開始就組了一些那個警備道 建了一些住在所觀念 後來就變成那個 人可以走的那個步道 這是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也有去探看過 蘇花古道其實非常驚險 北部越嶺道舉例 有沒有人去走過那個 俠客樓古道 應該現在有 我是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有走過那個 俠客樓古道跟那個 馬里托蘭古道 那個 我在走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有兩間住在所 第一間是在 剛開始進去旁邊的那個山坡上 第二間的話就是白石住在所 然後後來是走那個 馬里托蘭古道 到夏巴林這樣子出來 八幅月嶺 八幅月嶺到就是從那個 從那個 從那個拉拉山的那個 神木區那個地方 有一條路 然後一直可以通到那個 烏來的福山 我也大概 我大概三十年前走的 那個時候 跟一個同事 大概 那個時候走的實在太快了 十七公里 花了四個多小時就 就把它走到 所以大概 只看到一些檜木而已 其他好像都沒看到什麼東西 所以各位可以去 它旁邊就是那個 插天山保護 也算是一個 插天山保護區的 會穿過 這是拉拉山的神木 主要是紅塊 只有一顆點薄 點薄的話 點薄的話 我們就是說 Hinoki就是點薄 Mainiki就是紅塊 然後統後月嶺道 這個也很久以前走過 統後月嶺道 然後哈盆 其實哈盆是比較有意思的 就是台灣的最後一支梅花鹿 是在哈盆古道 被泰雅族的獵人獵殺的 大概在1968年的時候 哈盆古道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們當時走的時候 在哈盆古道露營的時候 晚上就沿著溪這樣子查看 然後就發現那石蟹蒙非常的多 你就看到一堆螃蟹的殼 然後走沒多遠 又一堆螃蟹的殼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那邊的魚也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那個第二天早上的時候 南富賢就在你帳篷的旁邊 腳非常的近 所以哈盆其實是一個非常 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然後在哈盆它可以通福山植物園 我聽台大森林系的我一個朋友講說 他說有一年 剛好因為那邊的山腔都比較不怕人 所以他們都會跟人很接近 可是有一年農曆年放假放七天以後 回來的時候那些山腔全部不見了 為什麼會全部不見 全部被泰雅族人列走了 這個是非常悲慘的 這個就是福山植物園 台灣的最後一次梅花路就是 台灣的最後一次梅花路就是 台灣的最後一次梅花路就是在哈盆消失的 在日本時代的話 最主要是砍伐森林是用森林鐵道 所以他們當時有三大林場 阿里山太平山跟巴仙山 其實砍伐量最大的是太平山 這是阿里山 阿里山鐵路跟神木 所謂的神木的話就是 大部分都是那個 因為它有那個連根菌 所以會造成那個樹洞 所以日本人就不砍 所以就保留下來 太平山 太平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1914年開展 然後太平山其實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 羅東那邊有個主木池 主木池的話 它因為長年以來 砍下來的檜木都在那邊 要浸泡 所以很多木頭是沉下去的 沉下去的 可是有一些人都知道的故事就是說 當最後太平山的林業事業都已經結束之後 然後這個主木池的 這個主木池也要拍賣的時候 這個主木池的一個管理員 他就跑去跟王永信講 說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標下這個主木池 因為它下面沉下去的木頭 太多太多了 然後後來王永信是真的 就把它標下來了 然後聽說那個人後來也進入那個 台塑公司 然後獲得很好的憂鬱的工作 這個是一個悲慘的那個 我朋友有寫 一頭牛剝五層皮 也就是寫 寫王永信 砍木材的那個故事 喔 太平山林長 各位可以看一下 喔 日子 啊 爸爸出院後 該如何照顧他呢 別擔心 回家後的長期照顧 我們來幫您安排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評估您家人 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出院三天前 完成評估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附件 簡易生活輔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 回家一周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不擔心 中文字幕提供 自从搬进社会住宅 每个月我可以多汇点钱回家 有管理员 有公社 跟邻居也处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还可以申请三房的房型 让幸福住进来 社会住宅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扶行为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最大准分 好 走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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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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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妈 妈 妈 你赶快找电话了 妈 妈 在1966的协助 从妇女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我们会为我的孩子去庆祝了